字幕提供 嗨小們看 是不是被我巨美無雙風流倜傍的下馬給驚呆了 還不快個幫忙 哼 你說誰啊 巨美無雙風流倜傍的在哪裡 我可只看見一隻胖呼呼嚴肝穩的小妖怪 什麼時候出現天神 一定是法力耗盡 小妖怪啊 想當別人救你就只是說嘛 何必講從美男子的笑話 另一台小話 又不是我此刻立結 變成限區化身 就換你看了齁 自己殘行賄 從此沒你踏出家門半步 誒我沒聽錯吧 你本事這麼大 又怎麼弄得這樣狼狽 誒這個嘛 英雄莫問出處 啥 你是說別追問演達力吧 不過說就不要亂用詞 簡直跟野蠻女一個樣 對了對了 你要不可能突出實情 本大仙可不信你 更不會救你 是說是蠻喜聽尊便 哼我和我老婆吵架 從家裡跑出來 沒料到半路上遇到自己的天蹄 雖然拼命把他打退 但自己也受傷不清 就這麼多 可沒再別的了 還不可以拿環神蛋給我 誒我只說你不肯突出來地就不幫你 也沒答應說 說了就要幫你啊 誒我被看錯了 你明明和我一樣 想不到你如此人血無淺 不救我便是要害我 本是同根山 想天和太傑 喂喂喂 這句話不是這樣用的吧 爹常說我亂引用古人的話 我看你顛山倒是 比我還亂來 剛才和你鬧著玩的 只有還神蛋 拿去吧 正好上次快點回家 不過寧願遇到天敵 也要從家裡跑出來 可見尊夫人一定是隻母老虎 這是主線劇情還是直線劇情啊 大錯可錯 我老婆是世上最溫柔的女人 你只敢說她一句不聲 我可要翻臉了 還有我在編臨 青山不敢綠水參遊 那麼有機會 一定報答你的恩情 蛤又這麼早啊 現在口氣他們夫妻很恩愛啊 居然會吵架 OK 有位敵人 好 敵人怎樣 敵人怎樣 好像 唉我們最近過千辛萬苦終於來到 鏡頭了 不用齁 可以用核的可以核出經常玩齁 然後我記得好像突破 一百等之後就可以靠合法 繼續練功升級的樣子 好像是這樣啦 不確定 要去查一下 哎呀 有個奇怪大石頭 一定是他擋住了水源 看我把他離開 文綺姐 小心 啊 他是火的 好會動 土靈獸 你先離開一下好不好 你擋住水源 現在我整個陣子的人都沒水喝了 那我們就不客氣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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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別急著動手 看他的樣子好像很衰弱 你好點的嗎 那不可以移開 一定有原因的 我們別理會難他 可是我為水源而來 這件事情沒有解決 我們也不會離開的啊 你不要這樣 你的身體還很弱 有話好說啊 我才不要練到九九了耶 神經病喔 又不是賢賢沒事做 我們還有一大堆遊戲要玩耶 雪蓮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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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對不起我換個陣 戰火戰雷對 好像可以 他怕什麼啊 他土屬性的應該怕火吧 他不怕 啊 可是他不換法術啊 再試一次 這不換法術 好那我就要用天罐葬氣了喔 怕金 哪來的金 哪有金 哪有金啊 哪來的金 先生哪來的金啊 他法術不怕啊 好弄水弄水 試給你看 用水 應該是沒用啊 這隻應該都不怕法術才對 我 應該是沒用 欸 有用欸 我剛放的是火跟什麼 火跟雷沒用 我剛吐氣封閉 我剛吐氣封閉 我剛有放雷過嗎 看一下 雷有用 所以雷跟水有用 有用 不行 不行 暗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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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松 嗯 等一下我先補 補個那個 換一層單 哦吼吼 幹 土不能用糟糕 糟糕 挖 我 不是會是一九六五 有回呼氣的嗎? 沒有,沒有回呼氣的 其實是氣不能補喔 也太爛了吧 沒有回呼氣的嗎? 沒有,還真的沒有 整天債務的圖書已經被封住了 你輸了,現在你該讓開了吧 嘘,聽,有什麼聲音 這裡這裡,快看,是他的小嬰兒 你放心,我們不會傷害他的 我說啊,一定是這樣 他已經快死了,這裡動不了 可是小孩還不會走路 他只能在這裡擋住河水 不然小孩就被淹死 對啊,一定是這樣 那麼幫 把他幫到水淹不到的地方好不好 這樣他媽媽就安心了 讓我來 哇靠 兩個人可以把一隻巨獸扛起來 我們要扛小孩而已 哦 哦,就一隻 好了,那邊不會被淹到 還有我們幫忙什麼忙 盡管開口 這是什麼 這是土靈珠耶 土靈珠 他敢信我們呢 哈哈,沒什麼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嘛 我這裡有不少好藥 你看你需要什麼 都可以拿去 欸,怎麼不動了 他已經死了 好可憐 唉,為了自己的小孩 在這邊一直苦生著 唉,好可憐 那你們還打他 那你們還打他 你們這些 黃八蛋 什麼聲音 快離開 我來 好可憐 我來 我來 你去看 你來 我來 我來 太慘了 她连尸体都没能保全 她一直用法力阻止水流 她意识身体自然无法抵挡 真可怜 这么小就没有妈妈 我们对象一个人不好吧 要不要把她带出去 不用 她的土铃兽 一撑下来就靠天地之间的土铃为死 现在看起来弱小 等她长大一些就没能欺负她 所以说啊 我不打扰她就对她最好了 这样啊 你们怎么好像什么都懂 就我一个人像傻瓜似的 温吉姐也太心虚了 我也不是什么都懂 只不过刚好从书上看过 嘿 人贵 人贵有自知之明啊 你说什么 没做什么 我说你这么有爱心 将来一定是 贤妻良母 上乎说 你们不走 我先走了 走吧 回盛走 嚇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会走一次迷宮 这位姑娘 那你河水水已经恢复 但河嶼中能有怪物出没 不可逗留在此地 谢谢你 不过 诶 钓液银耳士 你 莫非是妙云姑娘 你那是我 我以前曾 曾经过面 这些狼狼 从姑娘父母自脱前来 现在寻你 这 姑娘 何不准够生来说话 小兄弟莫要见怪 我生得冒丑 怕你见得心中不快 所以这样就 这样就好了 你也不用瞒我 爹和娘必 必定是为我投河和伤心 通通帮忙寻找我的尸骨 姑娘惠子 姑娘男心惠子 你能佩服 竟然姑娘 已无恙 何不早路回家 也好 叫两位老人家安心 好 晚安 這位小兄弟 是有言及事 但我有我的难处 是无人如何也不能回去 因爲我已成亲 我已成底名父母 男婚女嫁 乃是天大的喜事 两位老人家高兴都来不及 姑娘又怎麽敢 不回家呢 这 还是说 对方带你不好 她带我很好 连任何人都好 可她却是个妖 坐在这那林河里的水妖 以前我常说得很欺负 总喜欢一个人来河边 那时候我们就认识 可彼此不曾说话 那时候我见过最俊美最TK的人 啊 不管是不是人 我都不在乎 只要我们能在一起 这人与妖想店 所以未必能见容于世俗 那无人如何 姑娘你应先回家一趟吧 我说姑娘不能回去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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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死了 远哥兄 你怎麽来了 你说她不是活人 可她分明好好照顾啊 那又被爹折罵了几句 不知怎麽第一时间万念俱灰 回想从小到大的种种委屈 便想到脱河自尽 等她相公赶来时 我已经弃绝多时回您出窍 可她早说我喜欢我 不论是人是鬼她都不嫌弃 所以她施法术未有症魂 我们第二日便成了轻 死了死了死鬼 是鬼 闭嘴 你这样 不好 有什麽好不好 那怎麽又会是鬼 我真有些糊涂了 你不是什麽啦 太可疑啊 不许打我老婆主意 妙云啊 我早说过你不要咕咕咕声出门 万一遇生打人怎麽办 你想太多 好是臭妖怪啊 不然你不认人 那你也就没遮影你忘光了 竟敢还敢怒骂本大仙 是你 哼 就算你救了我 也不能随随便便和妙云说话 冰零 哼 妙云让我谢谢你 大恩不掩谢 这些独容胆不送你一文半文 等下省点药 一文可就没了 到时候性命危急 一大楼惊起来就不要你 太少了 太少了 多给谢 啊 白送还嫌少 再挑上减速 通通收回来 什麽大恩不言谢啊 那你现在又在干嘛 没念过书也别乱造句啊 没念过书不能说话吗 知之者不知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他每次造句三百 总有一天你会生 熟人生巧 学更古今 回去 哎 妙云啊 时候也不早 我们快点回家吧 小兄弟 谢谢你救的兵力 那天是我父亲大寿 我私家心切 只想回盛州 都会看一眼 他却不云 我们才吵了起来 他一个人跑出去 害我担心死了 我当然也不会拿你回去 那些人总欺负你 都该死 姑娘不必客气 但你当真 不再回盛州了 数月之中 晃如隔世 如今只有那林河远 才是我家 你弄见到我爹娘 也不必提起近日之事 只怕越说越乱 啊对啊对啊 你不要再打扰我和妙女了 那些人带她不好 那为什么要回去 孤魂野鬼 孤魂野鬼 这位大哥 你说我是孤魂野鬼吗 可我觉得做鬼比以前做人要开心 至少不会受人耻笑 是啊 我有点妙也好的 一辈子对她好 啊 啊 想起来了 到最后也不知道那兵里长得有多英俊潇洒 他又不肯化出 又不肯现出化身 CD还没完全恢复吗 搞不好根本就在骗我 好 就这样走了 哎小哥你回来啦 有没有找到妙云的尸骨 我 我 唉不可强求 不管如何 多谢这位小哥 妙云 你这样是哭无蠢 只有个衣冠走 你好像是也不能瞑目 我苦妹的女儿啊 对不住妙云姑娘 我实在不能看她们这样 若是我不在了 就不知道我多难过 两位老人家 其实妙云姑娘并未投合 你说什么 妙云她没生 太好了 真的太好 我实在太高兴了 她并未投合 而是成的轻 可她的相公不是寻常的 有很多原因 总是不能回家 唉 你想要那么好过一些 也不用编这样的谎话吧 我没有骗人 是真的 一开始担心说不清楚 才没突如实情 小哥 别说笑了 这种话谁会信 等一下 何春堂是男生是不是 我信 老人家 你 只要妙云姑都好 不管她能在哪做什么 我也都安心 天底下做爹娘 难过不是如此 就算我这样是自己骗自己 王辈放在所言 句句属实 老人家尽可放心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只想进一进 就补充小哥了 那 我们被告辞 唉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 但愿这位老夫妇 能稍微释滑一些才好 可以进去吗 好 这样 唉 韩国大仙 法力不平凡 尽你一玩 我代表全组 不敢当 大仙你的法力也不弱 没想这么快就解决 原因到底什么 河水刚枯了 在那里河园乃是圣地净土 竟然却常常有人上路 触怒了水神 因此水神降罪 河水刚枯 还请大仙约束族人 不要散路河园 那果然是这样 之前我就猜测 是这样 可惜没有勇士 能够探路河园 幸亏有狼公大仙 哈哈哈 在下行侠仗义 唯明于江湖 大仙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忙 尽管开口 在下绝不推迟 只有一件事 现在 那就是喝个痛快 大仙不能推迟 千万不能 这个 这么大碗 喝下去还不是要我的命 要是臭酒鬼在就好了 江湾老头 咱们两个干 这只好酒 难过大仙请 先干掉这碗 好吧好吧 我就舍命陪君子 好 果然是大英雄 这么严肃 这我堵上传下来的宝树 说跟大仙 不要 不可以 既然 确实不够 那我就受之有亏了 多谢 来 再干一碗 啊 还要啊 大仙这什么话 是为主了好久 不可以只饮一碗 没有这样的道理 没有这样的道理 好 好吧 来大仙 我们再干 啊 头好痛 诶 人总都不见了 这些四尾主人 你太没义气 就这样把我丢到这里 你应该先问问你的队友吧 诶 都醉倒了 喂 你干什么 住手 是你把大小姐弄成这样的 诶 我还没说你呢 你倒是先恶人告状 你刚才动手动脚干什么 幸亏我发现得早 不然那你得手了 你才是恶人 你把大小姐冠罪 到底何居前 幸会被我撞你这样 不然大小姐清白不把 你 你说什么 我怎么会怎样打 呵呵 你想太多了吧 难公谎你说什么 诶 她对你动手动脚 是一根不有发现 不然你清白不保 大小姐 卢叔叔 你怎么还在这里 见到你太好了 我现在交住这里啊 你成家了 是和那个被称为 四尾族鲜花的 诶 对啊 就是她 当年多亏大小小帮忙 不然我早就被军阀从事 我很大人可好 怎么不提她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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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你怎麼到這裡來 和大人鬧扁扭了嗎? 我媽 她是鼠上派的 現在鼠上派有很大的事情發生 一定要本宮娘出面幫忙 所以 哎呀 一句話兩句話也說不清楚 哼 跟我這麼久好得沒學會 吹牛到學了七八成啊 哼 吹牛誰不會 我一個人早跟你學嗎? 對了大小姐 我這次路關犯疲惑 得意好東西 等一下拖了人運到金層帶給你了 可小就遇見你了 這什麼吼 那給我看看 哎 這個 天蝶月 啊 太好了 這 打造傳說中的廣秀流仙群的材料 我也想辦法得到圖譜 把它打造出來看看什麼樣子 哎 這我之前有拿到了 大小姐還是和以前一樣 就喜歡這些罕見稀有的鎧甲冰刃 這東西 很稀罕嗎 那當然 這東西只能在特別的怪獸身上才有 而且用特殊的方法打死他們才能得到 別看他們不起眼 可是非常難得的 大小姐最喜歡這些 你要討好他 這個最有效 呸 誰用他討好啊 我才不想討好誰呢 呵呵 有意思 我這趟出去小半年了 我給他先回家看看 大小姐 失陪了 好快回去吧 待會兒先審審問好 好勒 我家就在小沒靠河岸的地方 有空過去坐坐 好 好 合成系統開放 這很上不下客战進行 好 好多吃的 吃太飽 我不行了 好 大家都在 我們不要耽擱了 趕緊回鼠山吧 你 你來送我們了嗎 我無處可去 那他跟我們一起回鼠山吧 好不好 好 那那好吧 人家明明是問我的意見 你倒不把自己當壞了 弄得我也不好說不讓 陰險 啊 就這樣 好 我們先見山外傳 問情編 會看到很熟悉的人物 哦 姑姑 你不要死 你死了 青兒會很難過 很難過 他們沒有例會 可惜 青兒這麼大了 應該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姑姑不可能陪你一輩子 人的壽命有限 女娃主則註定要看著身邊的人 一個一個接著消失 認識久了 總會習慣的 那我不做女娃主 我要做人 真是孩子氣 凡人都想長生不老 你們女娃主有神的血統 所以能夠永生不滅 怎麼倒反而要自己放棄 你記住 以後千萬不可像你娘一樣對人動起 一旦懷胎生子 你的壽命 也就走到箭頭了 是 我都聽姑姑的 你的醫術這麼高 總有辦法把傷治好 這傷怕是好不了 孩子 若是今後身體有什麼異狀 就去大理附近的火清旅洞 找前天老人幫忙 她是你娘的朋友 一定會出手相助 還有上一代聖姑 對你的救命之恩 勿忘回報 姑姑 我記笑了 隔牆有耳 隔人鬼鬼祟祟 躲在一旁偷停 莫非是帶有尋守的部長 現身吧 在下蜀山派弟子當公煌 途徑此地 並非有意好聽 這位姑娘看來深受重傷 療傷的先蘇 在下也很拿手 不如 讓我看看你的傷勢 那哥哥 你有辦法 那快點救我姑姑 情啊 瓶水相逢 整個隨便受我的恩惠 無妨無妨 鼠山弟子行俠仗義 我一見死不救的 可見這小妹妹一眼就看出我滿身浩然震氣 看好了 病魔退散 這仙術 竟然醫得好我的傷 中原修仙之士果然高手如雨 這位姐姐 你重生出獄還需禁養 讓我和黃哥哥 順便附近城中歇息吧 不可 我是說 我們正被仇雅追殺 不予到人多之處 還是留在此地稍作休息吧 對了 兩位在這附近 可曾看見苗仁 是這樣啊 那要不必勉強 我們沒有見到什麼苗仁 在綠蘿帳中 定型複雜 又有虛幻的怪物 尋常能見不來的 你們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多謝 哦 治好了 不過 青蛾好餓 已經好久沒有吃東西了 青蛾乖 再忍耐一下 現在還不能進城 那些人一定不會放棄搜尋我們的 我是配錯啦 他的聲音應該年輕一點對不對 不如 我們去找其他地方先找到食物 青蛾餓都走不動了 幫人幫到底 本大仙請人有孤 有附屬山弟子之名 小妹妹 你看 我這裡有一些茶葉檔 廢品什麼的 雖然不能完全填飽肚子 可好歹人就一食之急 你儘管拿去吃 別小小年紀就餓出病奶 咦 黃哥哥 你什麼時候藏了那麼多零食 都不告訴旭兒 秀也想吃 不急 到城裡我再給你買20串的糖葫蘆 包整串串酸甜 討厭啦 什麼20串 把人家說一下小豬 不過 硬有為力 黃哥哥 你可別說話不算話 姑姑 唉 傻孩子 想吃就收下吧 那姑姑你呢 你也兩天沒吃什麼東西咯 我是大人 我是大人 沒那麼容易餓 給 謝謝兩位 不知你們認識漢人中 客人解古 古毒的高手 不要說什麼高手 長那麼大眼古毒 我都沒親眼見過 只聽說苗像那邊的人 都是古 古航家 哦 是四哦 哦 四指 哦 好 我剛剛念什麼 念配是不是 既然如此 那我們告辭了 青蛾 走吧 青蛾再見 好 青蛾的事件就到這邊啦 這應該是一代的聖孤沒錯啦 應該是 好 這邊就到這邊啦 黃哥哥 溫姐姐 黎大哥 我要回家 再見啦 沒有那麼急著走嘛 我們兩個女孩 一起玩玩多好 改天好不好 我出來這麼久要過一家報個平安 免得家人擔心啊 那好 那你每天上上來玩 或者我們去你家看你 臭小子怎麼樣 我們一起去 好啊 你要請我們吃飯哦 看你這麼貪吃 手費一定不錯吧 我 好吧 這就走了 他一定是不會煮飯 不好意思 所以逃走了 不會煮飯又怎麼樣 所以規定女人 一定要會煮飯的 行行行 我不跟你吵 沒人規定 一定要女人煮飯 還沒規定 一定要女人生小孩呢 哼 鉤子處不住象牙 我不管你的閒事了 你這早上我們報告 又不想你多管閒事 我還怕你搶我功勞呢 蘇珊很奇怪 不要突然出生好不好 鬼嚇人不可怕 人嚇人嚇死人 真的 唉不僅僅是熱啦 山筆也會裂開 房間也會突然湧出眼疆 幫我的柴草 真的就能燃燒起來 一大塊地面突然就陷下去 整個鼠山好像變一個怪物一樣 打雷了 已經是擋中雷地脈 祖神的異變更嚴重 天生變得很奇怪 樹葉也就交呼了 你知道嗎 這些都是地脈造成的 而能解決這一切的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那個人就是我 我是鼠山的救世主 你能跟我們在一起 多榮幸啊 掌門在哪裡 你已經小心掌門 免得吧 你怪謀怪樣 要多費口 口水解釋 再來說我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還是先去我家 讓我爹幫你安排客房歇息吧 你隨便打聽 都知道我家在哪 我在鼠山可是鼎鼎大名 好吧 哎 哎 咦 格格 都這麼便扭 還好序和散減人意 好了 今天就到這邊了 來吧 好 來吧 來吧 感谢观看